OK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老師軟體都OK了之後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怎麼樣做場景的一個安排的部分 那場景的安排 欸 順便老師看一下 你看我這裡右手邊 現在不是兩台攝影機嗎 有沒有發現一個人比較大一個人比較小 所以老師如果你覺得想要變瘦的 記得要用廣角 下面這個是廣角 我現在平常都用廣角的 比較少用 比較少要沒有廣角 就是插在這裡 因為你用廣角的人真的會比較瘦一點 因為它拍的範圍比較大 所以相對會比較瘦一些 好 那我們來看看 您一打開這個軟體之後 是不是長得像這樣 首先您看到左手邊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叫場景 預設都有一個場景 那其實老師呢 以後您在做的時候您可以怎麼樣 比如說您有片頭 還有片尾 還有中間 也許老師可以安排兩三個場景 那就可以自由切換 那就可以自由切換 就跟真正的攝影棚一樣 就是我有幾個場景我可以自由的 比如說您要近景、中景、遠景 或者我要播片頭的專用哪一個 然後呢片尾的專用哪一個 你就可以在這邊先建立好 這邊建立好之後 片頭你就播這個 然後等到老師講解結束的時候 就播片尾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這真的像是 老師自己當導播 那我們先看 我們先不管第一個部分 我們先看右手邊 這裡 是不是有所謂的來源 有沒有 這裡有來源 那一般老師最常用的就是 你可能需要一個什麼 比如說您的簡報也好 或是您有一個就是圖片啊 或是Office檔案都可以 還是你要整個桌面 share出去也都OK 那我現在呢 我先從我的上面 從我們剛剛那個雲端一連上 假設我想要來這邊 看這個氣象雲圖好了 您把它點下去 把它下載下來 好 然後呢 我也準備一下幾個 來這裡我也下載一下 這裡有一段是那個我們同學 錄了那個欄目影片 如果老師 現場你沒有那個 網路攝影機可以直接用 也可以先借用我們同學的 反正你就可以知道說 欄目大概什麼樣的情形 好OK 那我現在這邊有了 我先把它打開 我在這邊先把它顯示出來 好在這裡 那你有兩種方式可以加進去 這裡我先關掉 有兩種方式可以加進去 一種呢是比較簡單的 你就直接假設看你那的背景 我就按按著把它丟進來 這樣是最簡單的 有沒有這樣就進來了 第二種方法 那你就要稍微辨識一下囉 從左下角這邊按加號 看看你覺得你的來源 是屬於哪一種的 所以如果老師 你是要講解簡報內容的 有沒有一個投影片放映 啊不是不是 抱歉不是投影片放映 這裡我常常會弄錯 你要那個的就是我們講的叫做 如果視訊 如果老師是那個什麼 投影片的簡報的PowerPoint的話 是這個 視窗截取 好視窗截取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您了解齁 投影片放映它這個指的 不是我們簡報的那個放映 而是多張照片連續播放 所以如果老師你是教攝影的 可能會用到比較用到這一種 好那你就找到之後選進來就好 有沒有這樣我就有一個背景了 好再來 如果你覺得要個獎牌比較OK的 你就把我們的獎牌 找一個你喜歡的 這裡有好幾個 我也忘記是哪一個 你就把它丟進來 有沒有這樣就有一個獎牌了 對不對 你就可以在上面 如果萬一這一張不要的 點到它下面可以直接按減齁 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刪掉了 好如果弄錯了齁沒有關係 你就找看看看哪一張你覺得 欸效果比較好的 你就把它丟進來 那麼進來之後 不管下面這一張 還上面這一張 有沒有發現我們這個大小都可以做調整 對不對 因為看老師到時候你要站哪邊嘛 看老師你到時候要站哪邊 好那這個 這個畫面我就先把它收起來 OK 我就準備 待會我都準備站在這裡 這樣就場景準備好了 剩下還有一個 剩下還有一個什麼 對不對 我如果在這裡 這樣子 很不好看 沒有去背 所以呢 我這邊 這樣 您看齁 我把這裡 我先 OK 我從這裡 您找到一個叫做 視訊的擷取裝置 如果老師要全螢幕 你可以用顯示器就好了 就是整個 整個電腦的畫面全部抓的話 假設你可能要常常切換來切換去的 那你就可以用這一個 這是整個 整個畫面的 那我現在呢 網路攝影機就是這個 所以我從這邊 我來告訴他 我有一個網路攝影機 按確定 這個時候有沒有看到 他會抓看看我裡面的哪幾台 因為我現在有兩台 可是我右下角 這一台已經在用 所以他會自動抓到我上面這一台 上面這一台齁 所以 抓好之後 你就按確定就好了 一樣的 您可以把 就是看您大概待會要顯示的位置 比如說 我如果要比較後面一點 我就 你那個位置 就稍微往後調一點 這樣 這樣OK嗎 您可以自己稍微裁切一下 沒關係齁 這個有個小技巧 老師可以留意一下 因為預設的話 他這邊 是不是會抓我們 網路攝影機自動抓的範圍 如果你覺得 有需要裁切的話 你可以按住 鍵盤上的ALT Alt那個按鍵 有沒有發現 我可以裁切 ALT 按住鍵盤上的ALT 再拖曳滑鼠就好了 這個小技巧 看老師有沒有機會用到 沒機會用到 也沒關係齁 那我現在呢 這樣好了之後 還不能完成我們今天的任務 對不對 所以我後面就準備一下 所以你知道我選到那邊部落格 在家裡面在玩什麼 你現在手張拿到那個獎益 就是我在家裡面這樣玩啊 所以家裡面不用太大 小小的就要玩 但是我這樣不夠高 這個這樣不夠高 所以如果您有需要的話 您可以坐下來 像這樣坐下來 我把這個畫面調下來 我們一個前提就是 讓我們畫面盡量要滿版 盡量要滿版 那因為我現在這樣 其實還是稍微那個嘛 所以我就只好把木 往前一點 這樣還不夠對不對 剛剛有個小技巧 ALT按著 這樣有沒有 如果萬一真的 你那個場地有限制 你就 反正我不會站起來這樣嘛 這樣不行啊 這樣也會消失 所以我就這樣 OK 這樣可以齁 反正一個原則啦 賽一架要直 哈哈哈哈 好開玩笑齁 來這邊 那我就把它拉進來一點 反正一個原則 不要讓它去看到像這樣子 這樣老師基本場景有沒有問題 沒有了齁 所以 我們現在要 直接就把 欄目 就幹掉囉 我們來看一下 先看一下這裡 文章裡面有寫 場景完了 在這邊 往下走 往下走 有沒有 這我在家裡面玩的就是這樣子 現在 重點來了 我們要幫它加上這個 叫做 藍綠幕的去背 它有一個濾鏡叫做色度鍵 英文叫Color key 所以呢 我去找到這個地方就可以 那怎麼找 好 在我們剛剛的視訊來源上面按右鍵 你會找到一個叫濾鏡 找到一個叫濾鏡 所以呢 我在這邊 視訊來源這裡 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濾鏡 按下去 它有分 影像的 聲音的 跟下面的特效 我們用的是下面這個 我們要的下面 是屬於這個 你把它加一下 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一個叫做色度鍵 按一下 你可以給它一個名稱 比如說這是去藍幕或去綠幕 都好 沒有也沒關係 好 這現在預設是綠幕 我用藍幕 有沒有 但是這樣比較可怕一點 這樣子 有看到對不對 上面沒有去掉 沒關係 因為等一下我們出去再切 但是這樣有沒有點效果了 那你在調整的時候 一個原則 就是 這三個由上往下 我跟你講 就是先調相似性 就是跟 我的木 跟 這個 藍色 它預設這個藍色的相似度 再來就是什麼 它平滑度 還有就是你的顏色 溢出 因為我們平旁 其實 您如果看電視台 事實上 有些部分也會像這樣 就是 去背 旁邊這邊 事實上還看得到一點點藍色 有沒有 或綠色 所以這個地方可以再做調整 你越平滑 越滑 越死慕死 去的越多 那你如果這樣看不準 你可以怎麼樣 拉到旁邊 你有沒有看到我後面已經去掉了 這樣 跟這樣 上面是不是就沒有了 因為我被切掉了嗎 各位 我們現在有千元虛擬攝影盤 對不對 所以你在自己家裡面有沒有很簡單就可以做了 這個地方 有沒有 你會發現我調太多是有點變黑白 我就拉回來一點 好 OK 所以像這樣子放 不過你這樣就有點問題了 我現在最主要是我不能站太高 如果可以的話 但是 這裡有問題 我是不是要站在櫃台後面 這邊 請問這個 可不可以調整順序 這就跟我們一般圖層一樣 可以調整圖層順序 所以您可以按 脫意的 也可以這裡有上下 有沒有 我把它按著往下 有沒有覺得有點Photoshop的感覺 這樣我躲到後面了嗎 這樣你了解意思了齁 所以 其實如果我站 很想把我的目拉高一點 可是 抱歉 曬一隻腳這麼高 所以 不得已啦 我後退一點 後退一點 其實 平常老師如果在拍藍綠木 不要像我這樣靠在上面齁 您有沒有發現我靠在上面 上面有什麼情形 有沒有影子 如果你要做特效 是可以這樣啦 但是平常我們會稍微離它有點距離 這樣 使用前使用後會不會差很多 不會嘛齁 那 給老師試看看好不好 你可以像我這樣有即時的 如果你有網路攝影機 如果沒有的 你也可以怎麼樣 我們剛剛在這邊 不是有一段 我們同學錄的那個 影片嗎 先看一下好了 這個效果等同啊 有沒有在欄目前面 所以 你可以把這段影片丟進來 這樣了解嗎 只是它你丟進來 它會先一直就開始播了齁 所以你點到它 一樣按右鍵 濾鏡 找到這裡 色度鍵 選擇欄目 喔 這樣有鬼片的感覺 趕快拉回來 有沒有就OK了 所以這樣也可以啊 好 就自己再調整一下 然後呢 一樣的 如果你也要 他們 要跟我一起演出的話 我們就縮小一點 好 然後放到獎台的後面啊 這樣我就可以跟他們一起演出啦 這樣有簡單吧 這樣有簡單吧 有沒有老師覺得這樣很難的 你看我們這個操作是還蠻容易的 中文然後又簡單就可以完成 所以麻煩各位玩玩看吧 等一下我們來看怎麼錄 好不好 這樣不知道會不會被那個虛擬任何 好像 列為黑名單 來 欄目到你家 請問有哪位老師 剛剛只有兩位 所以我們家 在一樣 怎麼用來 哈哈哈哈哈 這個 大家 可以 到底